大家好,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子的 吃着敌骨油,操心中南海 说这两天北京饭局为习包子到底什么时候退休的事情 吵起来了,两方面都有自己的观点 都有自己的事实证明 跟大家说一说,这的确是所有的中国人关系的问题 一个方面,说包子要干到2035年才会选择半退休 哇,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很多人都伤心欲绝 习包子干到2035年,今天才2024年 就算2024年不算吧 从明年开始算的话,还要干十年 而且十年以后才是半退休 所谓半退休就是十年以后他会选择指导军委主席 然后到时候十年以后他把中国的权利交给一个八年后的一个人 所以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里面的那些官员 现在什么六零后啊,什么七零后啊都没戏 想都别想,戏起睡吧 不可能,这两代人就被细胞子一个人给代替了 细胞子一个人牛逼哄哄 他即使五零后,他又是六零后,他又是七零后 所以现在八年后一代人,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人 解体细胞子的权利当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是在细胞子的亲自这个控制之下,细胞子当兄委主席 这个情况一直要在2035年才能出现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那说明这个2035年之后的这个八年后 妥妥贴贴的肯定是细胞子的某一个私生子 是不是 所以这个消息出现以后呢,我就突然觉得挺靠谱的 我比较支持这个观点 怪不得前一段时间传出各种谣言 说细胞子的私生子被人灭了 这里的私生子,那里的私生子都会灭了 现在全国各地啊 都有一个这个,有一群体制内的人啊 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在互相在伤害自己的私生子 我没法伤害你自己,我没法伤害你老婆 我没法伤害你爹妈,我难道不能把你的私生子给灭了吗 因为你不肯把每个私生子都照顾得好好的,妥妥贴贴的 说这个细胞子过去啊,他没想到自己当这么大的官 是不是,完了以后他以为最多就搞得一省委书记 这辈子就过去了,结果没想到搞这么大的事 以前的话,他特别爱吹牛,吹牛逼 北京的操老爷们都这样子的啊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的,北京的操老爷们就是 喝酒,是吧,吹牛 泡牛还不在第一,第一是喝酒 第二是兄弟之间吹牛 所以每次细胞子从福建那边回到北京,就是穿一军大衣 完了以后,军大衣的里面的口袋挺大嘛 去那一口袋在里面什么 左一个一匹茅台,右匹茅台,就憋住了,就跑到一个小酒馆里面 他不太喜欢去那种高级的什么什么什么高级餐馆 他就喜欢去那些什么吃什么羊蝎子呀 羊蝎子是羊蝎子,我也不爱吃 我觉得恶心死了,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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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钱小吃啊 就是随便什么,喜欢搞这些事情 然后就一个人一瓶毛头一酒,就对着就吹 吹完了,醉醺醺醺的就回去了 所以为什么喝酒叫吹瓶子呢?不是吹瓶子 是一边喝酒一边吹牛吹牛逼 说以前西包子喝酒的时候就吹牛逼 说自己有多少个小三,有多少个情人 说我们家彭丽园都不知道 然后呢,那些个姑娘都很爱我,看我帅 完了以后还要给我生孩子,说我有几个孩子 这个东西男人之间都说这个话的 以前我们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也有这个人生的宏大理想 希望有一天发财,有钱,有钱了以后呢 我们去那个山里面,去贵州啊,去湘西啊 山里面去找一个没出过山门的一个处女 是不是必须是处女,必须只有十八岁 然后给她们家盖一个房子,是吧 完了以后给她们家安排好,父母给照顾好 唯一的就是我每年过来在那里住了十天半月 给你打炮,打炮完了以后给我生一个孩子 等孩子长到这个十二岁了,小秀快毕业了 就把孩子接到城里去,就跟你没关系了 但是你一辈子的生活我得给你安排好 这是很多文艺青年啊,这是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们一伙人就这个理想,最好是找三个 我们因为条件有限,找三个,是吧 三个的女人给你生孩子,一个人一个生一个孩子 就三个孩子,你还有自己的老婆是不是 生个孩子,四个孩子,可以了,是不是啊 人生美满,儿孙满堂,舒舒服服 这四个孩子都给我接到城里来,大臣身体生活 就这么低,包子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生理想 很有意思 所以现在的确有这个刺杀这个西包子的 这个私生子的行动啊,西包子其实也没少干这个事情 也刺杀别人的私生子的行动 比如说王岐山和西包子两个人就互相伤害自己的私生子 到底是真是假的,我们也不知道啊 但是今天这个消息说2035年西包子才退休 而且还当兄妹主席把权利交给一个八年后 那就妥妥贴贴的啊,西包子的私生子 是一个八年后 绝对的,哎,这就可以解释 因为西包子跟彭丽媛结婚比较晚嘛 所以西民则是九年后嘛 是吧,早八年后 说西包子在跟彭丽媛睡觉之前啊 早就已经有了好几个私生子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比较认同这个东西 而且最令人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西包子最近搞的这些个事情啊 从这个所谓的三中全会开始以后啊 说西包子突然传出生病了啊 各种谣言满天飞 完了以后人民日报的新华社啊 西西AV都说土工中国变了啊 现在有两种关于西包子的变化 一个变化呢 就是说西包子定于一尊 失去了 两个维护也没有了 完了以后 现在比较是什么 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就这么一说法是不是 这些说法就肯定西包子就全力就丢掉了的 第二个说法说西包子的变化 在国际上 西包子要跟美国人搞好关系了 要继续改革开放啊 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 这两个改革开放啊 这两个变化都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都是很让人震能量的一个事情 只吃饭不拉屎的这么一个事情 很好 中国人就爱这些东西 听这些话就被忽悠 他们说这是西包子的有益的一个 以表面上的退为进的这么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布局 说西包子背后有高人 是不是 西包子背后有高人 说是温家华给他出的主意 真的 说这个温家华给他这么讲的 说你现在的话 这个情况你如果是真的不想退休 像毛主席一样干到死的话 那你必须要这个什么呢 要把一些个大面子上的功夫搞好 你不能想八王金上功 我操我就是要搞独裁 我就是要带领中国人回到朝鲜 那是肯定不行的啊 因为什么呢 实施造英雄啊 叫顺之者昌 是逆之者亡 中国过去四五十年都是改革开放 是吧 都是这个什么党的集体领导 你一个人上来搞一个人 你定于一尊 你又跟美国跟西方世界又彻底去断绝了 断绝关系 这样的话你会与所有的人为敌 你会与这个潮流逆潮流而动 是吧 所以就说顺之者昌 是吧 逆之者亡 世界潮流浩浩桑桑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你不能搞这个事情 但是你怎么办呢 你至少表面上面 你要做到以退为净 这样有助于你的长远的布局 所以温家宝跟他出的主意 温家宝果然是引力 特别狡猾出私物主义 说西包子最近的这些事 都是西包子故意释放出一种善意 我要建设党的集定领导 我要跟美国人搞好关系 我要继续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是不会关上的 而且越开越大 开着彭丽媛的腿 腿张开比彭丽媛的腿还大 是不是 他这么来的 哎 所以这是一种观点啊 北京藩区炒起来的一种观点 说这个西包子要干到2035年 才会选择办退休 这个东西啊 这才是他的目标啊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西包子真是在下一帮很大的棋 温家宝在背后给他这个精心的指点 绝对的啊 他们北京人有一说法 就好比是西包子和一个姑娘睡觉 睡得正嗨嗨的时候 汗流加倍 这是一般意义上应该是彭丽媛 给他第一个热毛巾 说相公老公你累了 你擦一把汗啊 中途歇一会儿再吃一尾鸽 再继续干啊 我在外面给你放风 给你守卫 不是彭丽媛 这事已经不是彭丽媛 是谁在搞的 是温家宝在搞 温家宝在门外面啊 搞了一个热毛巾 看见西包子在里面搞累了 进去给西包子 就递了个热毛巾 说主席 习主席 您擦擦汗啊 休息休息 这个我们的革命的事业还很长 你要搞到二年三五年三半退休 而且半退休之后 你还要搞十年 要到九十岁你才退休 所以这个日子长的呢 是不是未来的事业可期啊 是不是慢慢真诚 身体一定要保重啊 领导人家听我的 保证你这个什么啊 江山永固 皇上当到死 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一个观点啊 另一个观点呢 我们下期再说啊 我们慢慢扯 慢慢聊 慢慢辱包 慢慢揭露这个 温家宝这个引迪的各种幺蛾子啊 谢谢